粉丝提问,如果上一局加的分就是这一局的伤害,最低伤害为一点,游戏会怎样呢? 这个想法超有趣啊,今天我们就来想象一下,变化一弱者很弱,强者很强,如果真的这样改,那要是落地成何一次就太惨了,直接是负分,所以下一局伤害就是一点了,不管用什么枪都是。 这样即使到了下一局,你也是先被淘汰的分,因为这伤害太低了,和别人刚枪怎么打,而高手就不一样了,这局吃鸡了加了几十分,那下一局伤害就是几十点,几十点伤害已经很高了,会更容易吃鸡,而吃到鸡了分数又会很高,这就会导致弱的始终弱,强者始终强,游戏会很没意思。 变化二,段位越高体验越差,大家都知道吃鸡中段位越高加分越少,在青铜局一局能加几十分,强者伤害有几十点,体验还是很好的,可是段位越高加的分越少,像王牌战神局,即使吃鸡了也就加几分,伤害也就只有几点,这个玩的也太累了,体验会非常差。 变化三,单发鸡喷子没人再用,不管是低段位还是高段位,加上每日首剩的分,最多也就几十分,伤害最多就几十点,而单发鸡喷子原本都是爆炸伤害,现在最多就几十点,最少可能就一点,他们完全废了,没人再用。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。